貓咪跟人類一樣 也是有分左撇子和右撇子的 再來2009年的一項研究 男貓 痾...男貓念起來好像怪怪的 要叫什麼啊 熊貓 熊貓通常是左撇子 而母貓 往往是右撇子 男左女右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 男貓 Ladies and Gentlemen 來告好啦 我不是貓金哥 歡迎收看莫名其妙 這個單元專門為大家介紹各種 稀奇古怪或是神秘不可思議的事情 沒錯 還是我 又傷了各位的眼睛真是抱歉 但是 因為某種原因 所以只能是我 絕對不會說是因為猜拳才輸了 所以我又在這邊跟各位解說的 前戲 不是 前言我們說完了 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99%的人都不知道了 動物冷知識 哦 哦 有興趣嗎 有興趣嗎 99%的人都不知道 保證你一定都不知道 第一個 要跟各位介紹的動物是 他有四隻腳 並且他喜歡吃 魚 講到這邊 各位已經知道是什麼動物了嗎 誰知道啊 四隻腳 愛吃魚的動物 這麼多 誰知道 就已經講說愛吃魚啦 所以 對 這種動物比較敏感的人 一定就知道了 是 貓咪 我們都知道 狗狗和貓咪有敏銳的嗅覺 但是味覺卻反而比人類更弱 根據研究指出 人類擁有 九千個味覺細胞 狗狗只有 一千七百個 而貓咪卻更只有 四百七十個 那麼少哦 對 沒錯 所以導致貓咪吃不出食物中的甜味 所以一不小心就會吃下大量的糖分 以及精緻的澱粉 誒 你說貓咪只有四百七十個味覺細胞 對 為什麼 科學家人員去調查之後發現 因為基因缺陷 所以無法感受到甜味 那還有其他動物會有這種基因缺陷嗎 沒有 除了貓科動物 其他幾乎所有的哺乳類動物都可以 也因為這點 讓他們的飲食習慣多以肉類為主 所有施主們務必多多留意哦 另外 再跟各位補充一件事情 貓咪跟人類一樣 也是有分左撇子和右撇子的 在2009年的一項研究 男貓 呃 男貓念起來好像怪怪的 要叫什麼啊 熊貓 好 熊貓通常是左撇子 而母貓 往往是右撇子 男左女右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在國外 有位科學家 為了證明貓咪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 曾經做了一項研究 他們抓了42隻的貓咪 並且在他們的面前擺了一個玻璃瓶 在裡面放一塊鮪魚 藉此測試貓咪們會用左手 還是右手 將魚給撈出來 其中受測驗的21隻熊貓中 有20隻伸出左手 而21隻母貓中 也有20隻伸出右手 藉此證實了在貓心人的傳統中 竟然也有分男左女右啊 再來我們要說的第二隻動物 他有一對翅膀 鳥 是鳥沒錯 並且常常拿去比賽 比賽 沒錯 這個動物就是 鴿子 鴿子是動物界中 最喜歡拖延的代表 他們最喜歡把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一推再推 只要是懶得去做 就會抱著 車道三千必有路的心態 傳道橋頭自然指 沒錯 但是我也很納悶 為什麼科學家會知道 鴿子喜歡拖延呢 對啊他們怎麼知道 這個就要去問問科學家了 另外問你們 知道放鴿子的由來嗎 會不會是因為鴿子有頭顏症的關係 並不是 我們常常講的放鴿子 是指說爽約的行為 而為什麼會被拿來這樣比喻呢 因為鴿子 不管飛多遠 總是會盡力的飛回來 所以每次養鴿人 放鴿子出去活動筋骨的時候 總是放完之後就自古的離開 因此被引申為爽約 卻好像對方養了鴿子 放完鴿子就走人了一樣 不理會的鴿子行行 這樣子各位 你們知道放鴿子的由來了嗎 而且放鴿子又有另外一種俗稱 它的俗稱叫做 放飛機 乃是世界用語 初學者常常將放飛機中的 放字 與打字使用錯誤 所以常變成說 你打飛機啊 第一次聽到放飛機耶 所以後面的人就也比較常用說 你放我鴿子 而不是你打我飛機 第三種 我們要說的動物是 四條腿 又四條腿 當然 很多動物都是四條腿 但是 它是跟狗很像的一種動物 你猜到了嗎 跟狗很像 沒錯 它就是 狼 一講到狼 各位觀眾 你們會想到什麼 一定是會有一群的狼 在一起狼嚎 嗚~~ 那 你們可知道 狼 在被自己的狼群踢走了之後 就不會再嚎叫了 蛤 真的假的 這 到底是誰發現的呢 首先 要先告訴各位 狼嚎的原因有三種 一種是為了 宣示自己的地盤 所以他們會發出狼嚎 另一種是為了 呼喚離群的同伴 再來第三種 是為了 加深同伴之間的關係 展現出狼群社會的表現 所以呢 為什麼狼被狼群踢走了之後 就不會再嚎叫了呢 一來 沒有了同伴 二來是 也沒有了地盤 所以他就不會再嚎叫了 好可憐哦 對很可憐 再來跟各位補充一個狼的冷知識 在狼群中 他們總共會分成 五批 為什麼有五批呢 走在最前面的 會是 為什麼他們走在最前面呢 因為整個隊伍 可以依照他們的速度 前進 這樣就不會讓他們導致遺落 或者是落到最後 再來的第二批 是狼群中最強壯的 當遇上攻擊的時候 他們可以即時保護狼群的前方 就等於是突擊隊 第三個隊伍 是走在中間的一群 也是最需要保護的一批 他們前後的狼隻 都可以保守他們免受攻擊 就等於是他們的家人 孩子 再來第四團 也是五隻非常強壯 可以防衛從後面而來的攻擊 以及最後 狼群的領袖 他是整群狼的守護者 他確保沒有任何一個被遺留下來 也確保大家路線正確 團結歸一 步伐適當 他隨時可以衝到任何一個地方 保護每一隻狼 他就是整個狼群的保鏢 也是王者 希望大家從中體悟 可謂真正的領袖 所以我們人啊 多跟狼 多跟狼 所以我們人啊 多跟狼學習一下吧 再來 他也不算動物啦 算是 算是什麼 他算是動物嗎 應該算是 他有殼 走路很緩慢 那就一定是那個啦 哪個 走路很慢 又有殼就是烏龜啦 但是他沒有腳 好 而且 他還有黏翼 這個動物就是 蝸牛 哦 如果你剪掉蝸牛的眼睛 他又會再 長出來 就像是 有一首歌 你是我的眼 在我靈略 是極的變回 啊 可是這個人是真的對嗎 因為就我查的資料 蝸牛 你剪掉的是他的觸角 並不是他的眼睛 所以很多人都會誤以為 那個長長的兩根 就是他的眼睛 這邊要跟大家更正一下 那只是他的觸角 我們常見到的那種 下雨過後會出現的小蝸牛 他的眼睛 是長在觸角上面沒錯 但是一般其他的蝸牛 他的眼睛又是長在其他的部位 帽子 順便再跟各位說一下 法國有道料理 是以蝸牛作為菜肴 人工養殖的可食用蝸牛 已經隨著法國烹調 向全世界各地 傳播出去 你們知道嗎 死蝸牛最致病的物質是什麼 鹽巴 沒錯 就是鹽巴 鹽如果掃在蝸牛的身上 會生進蝸牛的體表上 吸收水分 水分吸收過多 蝸牛就會脫水而死 但是嘛 蝸牛因為有殼的保護 所以還是有一點活命的機會 而且 你們知道嗎 蝸牛除了吃之外 還可以用來 敷裂 國外就曾經賣過 蝸牛面膜 甚至還有蝸牛敷臉的服務啊 現在這個都越來越廣泛了 的話好 你竟然知道 廢話 你為什麼知道 你用過嗎 我沒有用過 那就讓各位去試試看 蝸牛面膜啦 我們要說的動物是 四條腿 又四條腿 但是它 給人的印象就是 呆還有大 你嗎 誒 我是很大沒錯啦 蛤 大 大象 然後 誒 快接近了 它的體型比大象還要小 還要小 對 它就是 不是 它是 河馬 剛剛你提到了嘛 大象跟牛 河馬就是僅次於大象 與犀牛的動物之一 是現在存在陸地上的第三大的動物 那河馬的忍之士是什麼呢 剛剛說到了嘛 蝸牛可以拿來複裂 可以做面膜 那河馬呢 河馬 在炎熱的夏天裡 再怎麼泡水 也不用擔心被曬黑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我知道 為什麼 因為它本來就是黑的 並不是 講話 是因為河馬的皮膚 會自動分泌出 天然的防曬霜 誒 真的假的 真的 但是我不知道人類 能不能拿來使用啦 我也想要 我每天去他的皮膚上 偷一點防曬 我就不用買防曬了 這樣是 但是就算你想偷 河馬的防曬霜 前提是 你要夠勇敢 怎麼說呢 河馬 河馬